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Biking機車資訊網 我是小三 現在要買電動車 選擇真的是越來越多了 其中又以PBGM Power by Gogorone Walk的系列車款 最受歡迎 因為它不只擁有一個很可靠穩定的換電系統 還有一個表現傑出的動力本體 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把各車廠的理念 融入車款之中 讓每一台車都有獨特的特色 可是問題來了 這些特色一般人真的感覺得到嗎 我身邊的這輛E705 是YAMAHA跟PBGM合作推出的車款 它的價錢比較高一點 但它所訴求的人體工學 感覺又有一點抽象 所以很多人就會有疑惑了 我是不是真的有必要買到E705 E705是不是真的有比較好 今天我們找來了三位車主 我們希望透過他們實際的購買 還使用經驗的分享 來告訴我們當初為什麼 他們要選擇E705 買了之後 是不是符合他們原本的期待 還有更重要的 E705 是不是可以真的帶來 更正面的啟程感受 我騎油車大概已經有快十年了 對 然後換電動車原因主要真的是油錢很高 因為本身其實是業務嘛 就很常在那邊跑 然後如果是油車的話 我一個月的油錢大概差不多在 三千兩千到三千左右 就很吃不消 後來其實電動車有推電吃到飽 我就覺得可以考慮看看 真的有省到錢了 然後其實像一般電動車它就是 怎麼講 膠感很重 然後外型可能比較沒那麼銳利 比較偏圓弧 我比較喜歡這種銳利一點的 對 然後車燈做內縮 它有那種鯊魚的感覺 其實它做這個霧面 然後亮面兩個搭配在一起 其實讓它變成是滿有科技感的 這一點就是YAMAHA在設計 車的外型上面其實做了滿多功課的 對 它的座椅真的很好做 每一個我在路上遇到的車友 都會跟我問說 欸 座椅真的很厲害嗎 欸可以坐一下 我說沒問題要去坐啊 然後每個座人都說 欸 你的座椅真的很好坐耶 比他們GOGORO出了什麼Air還好坐 對啊 也滿用心的啦 我其實當初有考慮到一個就是保養 因為我有聽GOGORO很多人跟我反應說 喔我要去保養我需要去預約 然後保養點又很少 就覺得很不方便 後來 欸YAMAHA出了 然後他們說 只要YSP的都可以去做個基本保養 那我覺得那滿方便的 當初其實也有看S2啦 就是比較需要動力的 然後後來是因為YAMAHA出了 那我就覺得 那我選擇考慮YAMAHA 因為我本身自己就是騎進展 就一直都是騎YAMAHA的車 品牌信任啦 很穩定 然後車子就是耐騎耐操 然後電系沒什麼問題 然後零件很耐用 對啊 我覺得YAMAHA就是在我心目中就是一種就是 可以說是信仰 對啊 第一台車是QC 然後再來是BWIS BWIS我換了兩台 對 就很喜歡BWIS 然後之後就是電動車出來覺得滿特別的 所以就換了Gogoro一代 然後最後就換到EC0 對 因為我本來就覺得就是這台車很帥 因為我本來就喜歡比較帥的車 而且它從正面或側面後面看 就是都滿好看的 對 剛開始拿到它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都騎它 然後後來就是 車子借給朋友 所以就騎了另外一台電動車 然後就覺得 哇 怎麼差這麼多 就是那個舒適度 因為之前我聽網路上也滿多人分享的啊 然後後來我試一下 其實是真的 滿有差別 例如說有一些電動車 他們的椅墊比較圓 或者是中間比較高 後面比較低 其實騎快或是晒冷的時候 會覺得沒有什麼安全感 對 但是這台EC05的話 就是兩個人坐都綽綽有餘 然後像腳踏的地方 其實坐起來 就是在騎的時候 也會覺得腳放的感覺比較舒服 然後還有就是手把 在騎的時候 也覺得姿勢比較 就跟其他車比 它真的比較符合人氣功學 騎了這麼多個月之後 我真的覺得 其實女生 就是對女生來說 我覺得它也很方便很便利 因為像其他電動車品牌啊 他們可能保養 一定要嫌預約 可是現在YAMAHA它的據點很多 對 就是你到處都有很方便 然後裡面的技師啊 廠長啊 這一些他們都其實有受過專業的訓練 銷售人員啊 什麼也都是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跟以前的機場 可能也比較不一樣了 那車子其實你進來一樣都交給技師 對 他們一樣都是照顧得很好 差不多五年前開始接觸到黃牌重機啊 那我第一台是MT03 那當然中間是有玩過其他朋友的紅牌之類 但是 它與經濟能力還是保養在黃牌會比較 我自己能負擔啊 對啊 第一個是外觀吧 因為我覺得說騎車其實還是要有點帥度 那 那GOGO其實早期出的車都比較可愛型的風格 那直到這一台出之後 我就是第一個被它外觀吸引到 那覺得說 欸就是YAMAHA的做狗 所以我就 換它了 對 這個車其實是我那時候跟我朋友一起買的 它是訂白色 我是訂黑色 然後它就有一個想法說 欸不然我們換一下車殼好了 結果換了一下真的是意外的滿意 這不是包膜 這真的是換上去的 基本就是以自動煞車的Brainbow卡鉗 短扶手跟短牌架 還有那個後視鏡換成手把鏡 那後面其實是比較外觀 就自己喜好啊 我覺得最大的差別應該是在 它的軸距有稍微設計點 所以騎起來在一些路面上的處理 它會更穩定一點點 我騎S2跟騎E105下來 我覺得說雖然是一樣的車身 但是它經過可能閃夜的調教之後 我在對於路面的感受度 我覺得E105是給我比較好的回饋感 很安心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認真比較起來 差沒多少 對就真的差那一兩千塊 那我覺得說 我是顧及到說 欸維修方便 對因為像GoGo的維修 一定是要回他們公司 那他們公司目前的廠用不多 那像Yamaha75 或做保養 其實隨便一間YSPR路上 差不多每個區至少都會有兩三間 那其實在維修起來 真的會方便很多 對啊 這是我考慮過後的一個比較 看完上述各位車友的分享 我們會發現 不管一開始他們是因為外型還是因為品牌而選擇了E705 在他們實際購入車輛並且每天使用之後呢 他們確實能夠感受到Yamaha設計的足道之處 那這個我想也是為什麼 當初Yamaha在打造E75的時候 他會特別強調 他們要在這一台車上 去展現他們超過60年的造車工藝 因為他們了解 騎士需要的到底是什麼 所以即便是很小的調整 像是椅墊啦 踏板啦 把手 只要這些調整 這些改變 是符合騎士需求的 那麼在騎乘的過程中 你自然可以感受得到 所以如果你現在在找一台電動車 你希望用的是一台可靠好騎 你有駕駛樂趣 而且充滿韻味的車款 那我真的會建議你花一點時間 到Yamaha的經銷據點呢 去看看E705的實車 而且最好的話 可以實際試駕一下 去感受看看 也許你會發現 它就是你正在尋找的那一台車 Shielded 谢谢观看